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这里是贝勒 今天我们继续盘点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我们熟悉的植物和僵尸 今天是四个植物哦 第一个植物是冰冻生菜 植物大战二里面的冰冻生菜可以把碰到的僵尸给冻住 而且还可以熄灭火把僵尸的火把 大招和寒冰火一样可以冰冻住全片的僵尸 算是一个辅助形代植物 而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冰冻生菜是一个罕见级别的锦囊盘 价格一,效果也非常简单啦 就是冻结一个僵尸 虽然效果确实非常简单 但是却是组成冰冻体系非常重要的一张卡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这个冰冻生菜还原度怎么样呢? 冰冻生菜在英雄里也是一个非常廉价和容易获得的控制植物呢 还原起来也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还原度很高 那么第二个植物是 植物大战僵尸二里面分别有 寒冰处理和闪电处理 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可以在两个植物之间制造一个场地 先介绍电流植物吧 电流植物是制造电墙 结果电流的僵尸就会受到伤害 大战是可以永久增加自己电墙造成的伤害 寒冰处理就是制造冰墙啦 冰墙不仅可以造成伤害 而且还可以减速经过的僵尸 寒冰处理的大招可以生成冰山 并且可以让自己进入无敌状态 但是无敌状态的话就没法攻击了 这两个粗粒身外价值都不咋地 所以非常的冷漫 而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的粗粒 名字叫做高压粗粒 价格一攻击一生命意 是一张活动卡 效果是当另一个莓果植物造成伤害时 就可以增加这个植物一点攻击力 而且召唤出来的时候可以得到一张莓果牌 感觉还行吧 只增加攻击力而不增加生命值 那不还是摸一下就没了吗 感觉这效果挺一巴掌 今天第三个粗粒是冬青 粗粒大战僵尸2里面的冬青是冬青骑士 是肉盾之物 不仅可以自己扛伤害 而且还可以偷着冬青 在前面挡住僵尸 别的粗粒是发射导弹 而它是发射肉盾 感觉还是挺好玩的 但是平时用的比较少 比较的冷漫 而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没有冬青骑士 但是有个快乐的冬青 加格5攻击4是秘密 是一个活动卡 效果是召唤出来就可以冻结相邻线上的僵尸 冻结相邻线上的僵尸 那就是可以冻住两个僵尸了哦 那这个粥应该也可以拿来玩冰冻卡酒吧 感觉还行吧 就是生命值太低了 摸一下就格屁了 今天最后一个职务是精力卖女巫 这位大战僵尸奥里的精力卖女巫 是可以把僵尸变成小喷蛊 如果不能变成小喷蛊的话 就会对僵尸造成伤害 反正特别的好玩 不过还是有等价限制的 大招可以直接把一个僵尸变成大喷蛊 虽然效果特别厉害 但是这个职务也比较老嘛 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 精力卖女巫叫做女巫贞泽 加格式生命3 也是一个活动卡 每回合结束的时候 可以随机消灭一个僵尸 并且在那里召唤一个小喷蛊 没想到在植物大战僵尸英雄里 精力卖女巫也这么厉害啊 直接消灭一个僵尸 并且召唤小喷蛊 这个小狗竟然这么无敌啊 没错 但是它的血量也比较少 还是非常容易被秒杀的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再见 拜拜哩